教育部长到底在哪里 他今天下午也没有闲着 因为现在有民众批评 前总统陈水扁的金孙赵义安 要念不爱国小 竟然会有老师不欢迎小义安的谣言 直指教育部现在品德教育 到底提倡到哪里去了 而对此教育部长郑瑞诚 他今天针对了赵义安的入学事件 他强调的确不应该把教育牵扯进去 将会特别处理 而开学当天也会派人了解 大家可以随便讲话 不必负责 所以至于说有专业人 他反而不敢出来讲话 讲话他就给你围攻 那你说什么前有未有 说采取这桶包 这也是胡扯 我们的综合线就是用桶包了 另外我们板桥土城县那一段 也是桶包 大陆工程公司当主包商 西门子当他分包商 他因为有这个完成以后 使这个大陆工程他有一个整合能力 所以他后来在93年还是什么就到 好我们看到这是教育部长郑瑞诚 他今天接受中天新闻的访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